一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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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知道這個政策針對的是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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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然要七十幾塊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好貴 這樣下來的話 這樣一個月下來 一定會花非常多的錢在上面 完全沒有一個緩衝讓業者 他收費的對象 有一個說緩衝期 還是說宣導期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說明會辦了很多的次 很多次 所以代徵收一定要舉行公廳會 所以這一次我們又再提出陳情零的一個方式是 希望公所他能讓我們大家都見面坐下來排 像我們過年的話 我們第一天開始開工的時候 我們是先供後山 後山全部先收下來 全部往後山跑 要全部收來收 然後第二天就是開始跑前山 就是民宿業者 因為你收到錢了嘛 你有收入以後 你生產出來的垃圾 我應該要付一點垃圾的清理費用 這個是合理的 好不容易 可以回鄉 對 回鄉打造自己的王國 或是自己的事業 就因為垃圾帶這些環境的問題 而逼迫他 不要做 所以這個讓我們很亢奮 對 沒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